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個FTO J92023 學生參與觀察報告 我們今天這個是一個座談會的形式 這個座談會會有四位講者 包含我 分別是我是浩天 然後這是Sky 然後再過去是玉米 然後還有柚子 OK 這個座談會的話 因為我先介紹一下我們 我會先介紹我們在FTO這個東西 是什麼樣的一個活動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學生參與 觀察的一個機會 OK FTO結局2023 那首先什麼是FTO FTO的中文叫面海松 面海松的話是因為 台灣 日本 韓國三個國家 我們的公民科技社群 GovZero Co for Japan Co for Korea 共同有一個面向太平洋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命名 那這三個社群 我們每年會舉辦這個 滅海松是一個三個國家 公民科技社群之間的一個黑客松 去做這樣的一個討論 不管在公民科技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 所有民主議題的一些黑客松 2023年是辦在紀州島 那是這個 有許多學生是受到這個 這個NDI補助 這個NDI補助的話 總共有八位夥伴 這個八位夥伴的話 分別有四位是台灣的夥伴 然後另外日本跟韓國各兩位 我們當時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在這個FTO 當中去觀察三個國家學生 在參與公民科技的一個現況 跟接下來有什麼樣的挑戰啊 或是一些做一些分析 那這左邊是我們當時在FTO的 是第一天還第二天啊 黑客松 第一天的結束之後 我們去吃烤肉 那烤肉結束之後的話 就是我們一群學生 然後我發誓我沒有喝酒 但我看起來像醉了 好 那雖然說 這個是在FTO當中我們主要目標 不過我還是有個必須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當時的時間 FTO辦在6月9號開始 6月9號的情況下 我們這張照片在2點多凌晨拍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因為大家 當時唯一考完期末的是柚子 那有人在準備 他的微積分考試 有人在準備 他有人在寫演算法 那我換作時候在敢分析 這是在我畢業典禮隔天的事情 國中畢業典禮隔天 那當時總之我們在學生 我們過去實際上首要目標 是因為當時 JSON有這樣的一個專案 是這個公民科技 公民科技專案手冊 那手冊當中 會希望容納一些 青年如何參與 那或是三個國家不同的 或是各國的 這個公民科技社群當中 要如何促進學生跟青年的參與 那同時青年的參與的情形又如何 他們又有哪些策略是可以被改善的 這是我們當時首要的目標 那因此我們在回國之後 有寫了一份報告 來進行這部分的分析 那同時也被整合進 這份手冊當中 那目前手冊還有一些部分 正在進行增修 那也已經有部分 英文的部分已經有列印成策了 這是我們今天主要會討論的一些順序 問題順序 那我想先請我們講者們拿起麥克風 OK 那主要我們第一個想要先請講者們 進行自我介紹 那還有自我介紹的同時也希望了解 在參與GTV的契機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寬裕 所以也不要特別用三個關鍵字 來限制大家的分享時間 那或許請柚子先開始 好 大家好我是柚子 然後我目前是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 然後在交大資工 對 那我會 我第一次知道GTV這個社群 是因為去參加臨時小學校在 台南女中辦的一個活動 是夏日元曆真能贏這樣子 我是玉米 我現在就讀於成功大學的 資工系二年級 然後就是一個對 南部鄉下的地方 謝謝 大家 對 好 大家好我是Sky 那我資工大三 然後在這邊應該是年紀最大 但外貌可能不一定 對 好 那我在這邊 我在接觸GTV是在去年 也就是去年三月的第三屆的 臨時小學校的專輔化競賽 從這時候開始 就是第一次參加黑客松 然後就 之後就有時間就會過來 這樣 然後就是 其實 雖然是從那邊那時候才進來 但是感覺好像已經參加很久 然後覺得這邊好像是我家一樣的感覺 對 就這很棒 好 大家好 我是浩天 也可以叫我Ted 然後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在資料科學跟理學影像學 那我在GTV的參與 是從2021年 然後當時是並非從小學校 而是一開始就從GTV社群本身 然後當時在社群當中進行了一些 算是觀摩其他人做專案 然後後面自己也主動在EDU 就是一個小學校的頻道 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它是小學校的頻道 當時我認為它就是一個教育相關的討論頻道 那當時在裡面進行了一個問題的提出 然後後面也演變成我們後面做的專案 那專案部分我們待會會再進行這部分的分享跟介紹 OK 那既然我們其實今天聚在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小學校尤其是專案孵化競賽 那專案孵化競賽它是一個小學校每年都會舉辦的競賽 那或許這部分可以請柚子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小學校的專案孵化競賽 我記得已經辦了第四屆了 對 那我們是在去年的時候參加的 那專案孵化競賽 我覺得它跟很多比賽不一樣的是 它會有一個協助大家成長的過程 它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提案 那提案的話會有蠻詳細的就是專案簡介啊 然後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啊 然後做這個過程遇到什麼困難啊這種問題 對 那在這個過後會有初選的工作方 初選工作方結束之後也會有一些 臨時先輩的諮詢的資源讓我們去申請 那最後會有決選日demo day 然後之後選出幾組團隊這樣子 好 那因為我那時候的參與G0V的契機 就是我跟柚子一起有做了一個專案 是參考書推薦平台 然後顧名思義她就是推薦高中的參考書 給那個高三要學測指考的學弟妹 啊 不是指考 現在是分科 好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辦 我們也是參加了這個專案孵化競賽 並且在參加過程中也得到很多G0V的協助 比如說他們建議我們可以把首頁 就改得更人性化一點可以 就是一眼就看得出來在幹嘛 還有就是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我們自己的社群 讓大家增加黏著度就比較會願意上來評論 而這些的建議都對我們未來 就是整個專案的幫助還蠻大的 OK 那我在第三屆的比賽的題目是 Unicourse 就是大學的課程搜尋平台 那時候就想要把就是來自全台灣 在台灣全台灣的大學的課程都做一個同一的索引 那那段時間就是雖然說就是專案孵化競賽 就是有分成這些階段 但是對我來說在那時候 學到最多 aka最痛苦的時候 就是在填報名表那時候 對 那那時候就是 蠻有趣的一點是它有一個 你在報名的時候 會需要填一個專案模板 這個模板會一一列出就是 就是你在做一個專案的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 你會遇到哪些問題 你需要哪些資源 那你要解決哪些問題的 就是很明確的一個一個來問你 那這個就不需要 不需要自己去評論去想像 那我在Unicourse的這個平台 我已經在就是 真的去比賽六個月前 就開始有跟同學一起做了 所以就是 但是在在寫那個表單的時候 仍然很痛苦 所以就知道就是有很多東西都是 真的要就是遇到那個 真的是被問到 然後才開始就是心裡拷問我 到底為什麼要做這個專案 那總之那段時間 就是那個表單就能夠知道 就是這個比賽跟其他地方 可能不太一樣的原因 對我來說 對 以上三位夥伴都有討論到說 這個模板 這個提案模板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其實 昨天下午在這個小學校的 這個世界咖啡館當中 也有夥伴聊到說 其實很多專案我們需要 知道的是怎麼評估我一個解放的核心性 那或是我想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要怎麼去做聚焦 那我認為在專案複化競賽這部分 其實就有起到它最佳的這個 模板的這個作用 它可以做一個引導這樣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之前在 專案複化競賽當中的提案 我的提案應該是第二屆吧 你的上一屆的話是 對 第二屆 那第二屆的話 其實當時是 已經專案有在 G0V社群當中 有稍微做了一段時間 那也跟社群夥伴進行聚焦跟討論 那聚焦跟討論之後 最後在寫模板的時候 因為其實 從剛開始這個專案 就是在G0V的社群夥伴引導之下 去做執行的 去做這個聚焦 那這個聚焦過程 其實到最後 我們在寫這個模板 會覺得 我是意外蠻輕鬆的 那或許這個輕鬆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社群夥伴的引導 那這個引導也很明確可以 符合社群做專案的一個核心精神 跟社群做專案所會面臨到的 一些核心問題 我想這是很關鍵 那這個專案的話 我是在整合 全國大專院院校的開放式課程 的把大專院院校跟公部門的 變成一個搜尋引擎上面 那這個專案叫Course API 那我們在 花了大量的時間 進行資料的爬窗開發之後 把它變成一個 可以對外的API 去讓大家不用重複找人 這是我們當時的專案 對 OK 那感謝各位講這個回答 那我們當時在這個 FTO 2023的時候 我們有在這個黑客送當中 有夥伴有提案 那有夥伴有參與其他的專案 那我想問各位 講者們當時 在參與這個滅海松的過程中 有觀察到什麼樣的時間 或是你們自己是怎麼樣去參與這個 黑客送 因為有些人在參與黑客送 他可能是 我就是來提案 我找大家來跟我討論 有些人就是 哇我感覺這些提案都好有趣 我想要跟他們聊聊 或是找到一個坑 就直接一直做下去 那我想問問講者們是怎麼 處理這件事情 或是怎麼參與這個過程 我印象最深刻在FTO的參與過程中 是剛剛TED有提到的 Civitech Handbook的一個工作方嗎 對 那我印象最深刻是 那時候在討論社群怎麼跟政府去合作的一個 可能遇到的困難啊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取得幫助的過程 對 我講一下就是大家那個各國青年在參與工民科技 就是整個提案的狀況好了 就是我們這群學生就我所知 基本上很少有提案 好像只有Sky 對只有Sky有提 然後其他人大部分都是去就是跟別人一起做 像我我所知就有兩個日本學生是 就是有一個當時有人提一個是那個國會意見 等一下那個叫啥 Congress Watch Congress Watch 對就是監督議會的一個專案 然後他們希望就是可以把這個東西移植到日本去 然後即使他們沒有提案 但我也是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們自己有在做自己的專案 像是那時候有一位認識的日本朋友 他就做了一個就是讓夜歸的女生可以更放心的一個APP 有點像是可能會有警報功能啊 或是錄音功能啊 就是保障我們的人身安全這種的 對 我剛看了一下才發現其實這裡有一些 真的有參加FTO的學生參與者有在這邊 對其實不只有我們 我們就只是因為有受人家補充 然後加上就是 就 就搬起了這一個社群軌 那如果想要補充的話可以隨時可以補充 好 那 那時候 我剛好 剛好提到我在那時候有提一個案 只不過在FTO跟在 Genevee的黑客從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在那邊 你會有來自韓國跟來自日本的參與者 一起跟你來hack 然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 我自己覺得在 這件事情發生本身就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對 所以就是 那時候的角度就是很想要 以參與者的角度去 真的去 體驗在那時候的感覺 那 雖然那時候我有提出一個案就是 想要把 學生姿勢組織 然後把刀把它拉進去 然後那時候我還 對於 那個 刀Zero不太熟悉 那時候只是 發現這個東西覺得很有趣 然後就把它提過去 對 那到後面就是去討論之後 其實還是在蠻多時間在觀察在那邊的 就是 在其他桌子 在其他專案的討論的狀況成怎樣 那其實 那其實 就是感覺到就是 會有 以 真的假的來看好了 就是 會看到 Cold Facts 的一些參與者 然後還有 來自於 日本 跟來自於韓國的 Misinformation 還是Disinformation 的 不同的專案 然後他們就在一起去交流 對 然後 就是 在這樣的方式 然後在命中發生 我自己是覺得在 就是 是非常 非常有趣 然後我自己是 在那時候也是 以 旁聽者的角度 然後聽到了很多 就是 原來這些東西 在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實作方式 這樣 我當時的參與模式 比較 就是跟我平常在大宋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在大宋 參與情形的話 其實就會是 四處 類似問導遊 然後跟大家 一直交流 然後以交流為導向的 去跟大家 了解他們的專案 然後了解他們的 一些 手上在做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跟他們聊聊這樣 就是我最主要就是 一直去認識很多人 就是我在參加 黑客森的一個做法這樣 那 那時候 其實 剛開始是這樣 但後面我漸漸的 就跟著Sky一起去 做一些 student道的那種專案 因為 我看他 快要把他的坑 砌在那邊 所以想說 找他一起 我們來去找找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那時候我們做的事情 包含 把 因為當時他已經有完成一個 student道德 這個 白皮書 白皮書 對 那幫助那個白皮書 內容已經相當完整 有很明確的策略 然後還有一些評估跟 limitation 這樣 那當時 可是他全部都是中文寫的 那我們俠代的FTO 當然是需要做翻譯 所以我們現場 就是 TEDGPT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那邊翻譯 然後還有SkyGPT 然後一直翻譯 然後翻譯之後 也的確得到了一些 我們足以讓我們去做討論的階段 那當時就有跟好幾位 也有參與FTO的夥伴一起去 討論說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社群 應該說如何把道帶進去 那在各國的學生自治經驗 因為其實現在學生自治 要融入到它的門檻比較高 那其實 所以相對實踐的 或是嘗試實踐的 學生自治組織 並沒有那麼多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這些學生自治組織 他們所需要 我們就可以去了解 他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那畢竟學生自治組織 也不是只有台灣有 日本、韓國 他們都會有相關的問題 是需要做討論跟survey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有去找一些夥伴做交流 去了解實業現況 那或許了解現況的多元角度 也會是一個Multi-Stakeholder的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這樣 所以當時討論主要是這個樣子 那同時 像剛剛柚子提到的這個工作坊 是工作坊嗎 就是當時有這個 對跟公 跟公部門協作的這個討論過程 那其實討論過程的話 有很多是學生成分 那學生如何跟公部門 去做一下這件事情 當時也有 被達到一定的討論 那我們在過程中的話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大家並不會說 因為你是學生 所以你講的就是怎麼樣 或是因為你是什麼樣的 假設你在公部門工作 所以就怎麼樣 這是我們在當下 我們很明確的知道 就是要Multi-Stakeholder 這件事情 就是多方厲害關係人的討論 所以如果多個角度 我們可以去討論說 這樣的一個互動關係 怎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讓這樣一整個討論 是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 所以或許這也是 FTO的一個很重要的 它存在的原因 那它存在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很容易可以 讓這個多方厲害關係人 去做討論 那同時MTI當時補助 學生們去做參與 那也達到了另外一個 厲害關係人的納入這樣 OK 那下一個部分的話 因為是有關 我們剛剛討論到很多是 當時我們自己怎麼參與 那如果今天不是FTO的場域的話 這些公民科技 在學生的情況下 他們要怎麼去做參與 或是有沒有什麼樣的 參與的資源 OK 那這部分的話 可能就不用照順序 我們就不用照順序 我們就自由來 OK 好實說我對於 就Cohort Japan跟Cohort Korea 對於青年投入科技的資源 其實不是太熟悉 那我唯一知道其實是Cohort Japan的CCC 對 然後我自己也不認為我懂 對 所以 我沒想補充就是來自於 Cohort Japan或是Cohort Korea 對於我其實不太熟 Do we have any code for Japan participants who theatre們的CCC 啊 If you want 可以開啟就回答 它的門口 是完全完成 我感觉麻烦了 所以, what was your question about CCC? 就介绍了CCC 和 how it's support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civic technology OK, I didn't expect to answer that Civic Tech Challenge Cup is a student prototyping contest for three months and one of the student interns for Kofu Japan started this contest because during the COVID situation of course, there is so many student activity was strict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so, instead of just staying at home we wanted to I got so many so, instead of just staying at home we wanted to create some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career experience and then most of the students need to find some social issues an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using IT and it will become like a career experience lik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yeah so, most of the because it's conducted online so, all over Japan and also even abroad so, some Japanese students who study abroad in US or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also join and then last year because the COVID situation was a bit you know it wasn't really strict so, we had in-person event as well and at the final like a demo day we invite a student to Tokyo and we support some transmission fee and we gather in person and then we did some demo day together and yep that's all sorry do I answer everything yeah, yeah it's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I'm going to do I think this part actually that is is I think is I think that is in one of your mentorship and one of the that is not a very group of people and one of your people and one of your people can learn you and I think it has been I think that is a very similar to you 那同時CC更像是一個正向的去誘發學生對參與這些專案的興趣 那同時我覺得像我覺得有個蠻好的例子可以分享 像我當時在 這是1月嗎? 在竹北那次黑客松是哪幾月啊?12月喔? 反正前陣子有一次在竹北的黑客松 然後也是大松 那時候大松的話 我跟Paul 另外一位社群參與者 我們有一起做這個新手教學的這部分的一個引導 馬上有一個引導吧 就是在大松現場很多夥伴可能會 就是第一次參與 那像我第一次參與大松的時候 我有提案 然後提案之後大家都沒有來找我 我那時候覺得好緊張 好慌張啊 我想說都沒有人來找我討論的話 那這專案要怎麼辦 那我可不可以離開我的位置 那到最後就是我提案 然後我甚至不會拿桌牌 就是四處找人聊自己的專案 就是聊別人的專案 然後在同時可以聊到自己的專案 那因為我們本身就沒有 可能新開的專案人不是那麼多 那我們就我覺得是這樣的模式 就是四處跑 那把自己的專案帶著走 然後最後說不定都 每次都可以得到蠻明確的這個建議啊 或是接下來進一步可以走的方向 那回到剛剛講的這個新手教學 我們當時就是因為有些新參者 他們可能第一次參與 就是從大松 那大松其實我覺得它是GNB很多活動當中 相對蠻容易上手的 就是很好參與 了解到這個社群文化的一個模式 那或許也是因為我們前面的這個 新手教學影片 感謝比林之前錄的這個影片 那我們這個新手教學的概念 比如說我們把它實體化有一個互動 那例如說我們會想要教各位參與者 使用GNB Slack去做這個討論嘛 那像我們在當時就是讓大家可以在GNB Slack 然後在Random傳一個訊息 那如果傳一個訊息的話 就是可以開始解任務 然後繼續解任務的話 最後就是可以得到禮品這樣 就是一個小禮品小餅乾這樣 那其實那時候的確是一個蠻好的策略 就是我們可以讓這個引導是有互動性的 那這等於是我們在做的就是降低它的門檻 或是應該說讓它的那個 從沒有參與到參與的中間這個銜接是更加順暢的 我覺得是這個狀態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在上一次黑客松 也就是三月在台大的黑客松的時候 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來自於日本CCC的就是得獎團隊 他們都有就是有 應該是一群人都直接跑來黑客松來交流 那這件事情那時候對我來說 就是我非常啞 就是居然大家願意來就是跑來台灣 就是來參加一個 就是兩年都會有一次的在黑客松 對而且就是那時候有 就是有跟他們去一起來吃飯 然後還有就是在黑客松的當下去交流 那那時候我剛好也在比第四屆的專輔發競賽 決選日Demo Day 對決選日Demo Day 是的 那就是我在FTO 是我第一次到國外去參加黑客松的經驗 那相信在就是 就是真的是雖然可能在當天就是 你可能就是能夠聽到很多東西 但是因為是畢竟時間有限 它畢竟只是一個就是一天半的黑客松的形式 所以就是那時候主要的功能都還是 以一個學生然後比較少去接觸到這些東西的角度 去看到其他國家怎麼做的 或是大家合作是怎麼做的 對那我相信這個東西還是 就是有非常強的就是對於學生來說 有很大的就是開闊之間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對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蠻有趣的點 或許是在這個fun文化 我忘記是之前哪位社群夥伴提及 就是社群的文化當中一定要包含社群有趣這件事情 那當然還有食物嘛 不過社群的活動我覺得在有趣這件事情 的確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 這個促進參與的一個狀態 欸我不小心跳到下一題 不過的確這也是我們現在 在小學校相關活動當中 我覺得不只是fun 而是它不是一個死板的互動 舉個例子我們在 它叫做圓立正能營的開幕式跟閉幕式 都會有一些講座分享 然後還有一些專案經驗分享 那這些經驗分享它其實不會是一個很死的狀態 它會是一個雙向的溝通 然後它甚至有時候 像我們之前有做過這個 叫做專案實作工作方 那當時專案實作工作方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是比較在跟其他的 夥伴在引導他們去現場 brainstorm出一個專案的solution 那這個至少它是互動的 而且同時它並不是一個 好像你必須要做出什麼這樣的限制 那我想或許跟剛剛上一場演講 有一位夥伴提問的是有關聯的 有夥伴提問說 在教育現場當中如何把這個融入 那我認為在公民科技推廣 進入教育現場的唯一問題就是 教育現場很多學生會把這個pressure 就是這個壓力 或是它的有一點應付性這件事情 就會重新變成我們討論的主軸 那如果我今天做的是課外的東西 就是這會是很大的limitation 我們有什麼樣的解方這部分 或許還在討論 有沒有想法嗎 我覺得對學生來說 至少在我個人的觀點裡 我覺得對學生來說 最主要是要給大家動機嗎 就是因為像國中高中 國中可能還好 高中大學的話 課業壓力都蠻重的 那大學的話 可能還會再有更多的社團啊 課外活動啊 或者像我自己都在跑社群啊 就時間上其實是非常不夠的 所以我覺得要怎麼給學生動機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至於要怎麼有動機 就是很簡單粗暴大家都能想到的 就是比如說辦競賽啊 然後可能會有獎金啊之類的 所以我想要小小工商一下 那個在場應該有蠻多學生夥伴的 對 然後目前西康黑客松 2024報名中 歡迎大家來玩 謝謝工商也謝謝分享 的確其實在課外場 或是說非學校場域的這個討論空間 它是不是可以促進的更有效 那我覺得促進有效這件事情 其實不全然是 而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已經有想要做 有那個動機了 才會來找到社群 就是我們不是把社群 單到他們面前然後跟他說 欸 你要不要來參與 我覺得他更像是一個 他已經有這個動機 所以才今天會跑來社群 問大家說我要怎麼參與 那相較之下 就那個動機的那個平衡點是 應該說他的起跑點是不一樣的 在動機上面 所以或許體制內的 應該說教育現場 跟教育現場外的這些社群 它之所以會有差異 我認為是很明確在這個點 是做一個區分這樣 其實我覺得如果以競賽的角度而言 不一定是這樣子 就是它不一定是先有一個動機 你的動機可能指的是 我們現在想要做什麼東西 但很多人如果是參加競賽的話 他的動機應該是 我想要報這個比賽 然後我想要拿來做他的學習歷程 或者是履歷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不一定有真的想要做什麼 他只是想要報名看看這個競賽 並且增加他的經歷 但總而言之這件事是好的 所以我也要來分享一下 另外一個比賽 就是那個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不是工商 這只是分享 對對對 對啊 好 就是那個 新北市青年局舉辦的 青年永續社會設計挑戰賽 沒錯 Social Designer 就是它的方式跟臨時小學校比較不一樣 它是局限在高中生組跟大專組 然後它會有五個出題組織 然後出題組織會隨機分配題目給 給那個競賽的組別 然後就是他們要解決出題組織出的這個問題 然後比如說有一個組織是放辦那個 嗯 對對對 放辦教育協會 他們是關於資訊判讀的 然後它可能就會出一個題目是說 喔我們要如何做一個專案 來解決那個高中生資訊判讀的問題 然後就是大家交計畫書 然後交完計畫書 就是他會給一些講座 然後給完講座之後 就讓大家交計畫書 計畫書交出來 然後就進決賽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在講座裡 你也是可以學到很多實務的經驗 就是這個跟那個 年輕小學校比較不一樣 它會給你一個題目 也就是說你不用 你不會有 我剛剛講的 你只是想要參加競賽 你沒有想要真的做什麼 你還沒有想到你要做什麼東西 對 所以這是我覺得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想它出現的動機是兩個面向 就是一個面向 也不見得是動機吧 就是會一邊比較著重在你要有辦法去培養出 你找到你想解決什麼問題 你去洞悉它 你去找到它的解決方案 就是比較偏向腐化競賽 那on the other hand 他叫做social designer 那邊他們的做法可能就會是 就是我希望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去找到 就是去學習這樣的解決能力 那可能就不會是從最剛開始的這個聚焦聚焦過程 而是他們可能有一個很明確的問題 那我不清楚其他出題組織 那如果以放半來說的話 這個題目的確是比較明確的TA跟明確的這個形式這樣 那或許在小學校的部分就是 這個引導就是先把前面的這個TA啊 然後還有要解決的問題 還有一些這個限制的部分先去做聚焦 所以也就是說一個做專案比較主動 一個比較被動 其實我覺得會去參與也不見得就是被動 就也partially主動 就是看什麼面向上的主動 是啊是啊 OK 好 那剛剛提了兩個我沒有參加的活動 我現在 我剛發現好像這個比賽是你們兩個都有參與對不對 但不同隊 所以你都沒參加 哎呀 好 好 那回到如何促進公民 青年參與公民科技 這題上面 就是 我剛突然就是想到我在之前 就是到底是怎麼進到GDV坑的 剛剛提到是專案競賽嘛 但在這之前是什麼 是SEECON 在這之前是什麼 SEECON Camp 對 那雖然說我想要再繼續去工商SEECON Camp 明天開始報名 只不過 比較有趣的是 SEECON 你還是這麼做 我在四五年前參加SEECON Camp 那時候有一個叫公民咖啡廳的活動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 一整個下午 讓你去知道 就是在台灣有哪些NGO 或者是一些團體 或是社群 在台灣活動 那就可以去認識他們 或者去知道他們在腦袋裡面在想什麼 那 那在那個活動 對我來說 其實 影響我滿大的 就是 造就我就是 在之後做了一大堆這樣的事情 對 所以 如果說 要促進GDV的話 那或許是 就是讓 本來還不知道這些 這些 東西存在的人 然後讓他們 提早 或是 直接把這東西 剛剛說 有這個東西 只不過 我那時候並沒有說 你就是要把這盤魚吃掉 而是 這盤魚放在那邊 然後我就自己跑去吃了 這樣子 只是 就是某人做了一個 把魚端出來的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拿魚 比魚 蠻好笑的 對 所以就是 就是 剛剛提到的就是比賽 還有比賽 那 我自己感覺是 自己感覺是 雖然就是 我自己也是參加這個比賽 然後才真的聽到這個社群 GDV社群 你開始去認識 然後開始參與 但是 好像還有一點就是 就是因為認識到這邊的人 然後覺得 這個理念非常的相同 或是 就是覺得在這邊 去做什麼事情 就會 就是變得很 覺得很舒服 那好像回到 昨天Kino講的就是因為愛 就是因為覺得這邊人很有趣 然後覺得 在這邊做的事情都是 我真的覺得 把平常的 就是有限 然後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帶到這邊做 跟大家一起討論 本身就是一些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才會願意 繼續帶到這邊 所以就是 如何把這個東西 這個氛圍繼續建立 然後讓青年 讓青年 在 真的跑來這個社群之後 也能夠感受到這種 愛 的話 那好像就是一個蠻 蠻original的解放 對 對 想要回來這個問題 這樣 是 我想這部分的確 就是在 如何 就是跟剛剛那個 上一場演講 其實有點相關的 就是 延續 就是 參與了 那怎麼延續 活動是一個很好把人 找來的 的 不管講策略或是什麼 但是如何留住 會是一個蠻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們 我們留住了 所以我們想知道 怎麼留住 那我們留住的原因 就是因為 社群它很有趣 而且我們可以學到 東西的同時 我們可以是保持那個熱情 對 那 你笑什麼 好像沒有熱情一樣 那 如果 例如說 我們怎麼讓這個 參與 一開始就知道 這個社群在做什麼 那 其實我們也有 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 在介紹上面 或許也都 打到 那問題是 社群工作文化的那個 磨合有沒有做到 他有沒有了解到 我們社群工作文化 例如有些人到最後 還是用Notion 這是一開始的我 因為我一開始完全不知道 什麼是HackMD 然後我在剛開始 參與社群我開Notion 給大家共筆 然後我記得我是被Danny 稍微小念了一下 就 欸你可不可以開HackMD 那的確後面用HackMD之後 就覺得 它是一個很明確協作的 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 所以變成說 這個社群文化 怎麼讓其他社群夥伴 或是新參與的學生夥伴 可以了解 我覺得它是一個 蠻重要的問題 那 因為一開始我們可能都在這個 大宋的新手教學 就很明確講說 我們可以使用HackMD 會使用GDP Slack 那 但是 其實他們有沒有辦法 很明確的去 了解到 到底要怎麼參與 或是這個 社群文化長怎樣 它哪些工具怎麼操作 一個是原理整理 你現在就有在做這件事情 像 HackMD Slack的教學 那同時 除了這部分以外 像 先前在大宋有嘗試過的這個 新手教學 真人版新手教學 其實也就是我們在做 嘗試的事情 我可以突然問一個問題嗎 請說 大家可以填slide 如果想問題想問的話 就是 剛剛不是提到 就是 想要讓青年參與 公民科技就是 讓這個門檻低一點嗎 那你們在那時候做專 或是在參與的時候 你有遇到什麼問題是 你發現就是 青年特別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 就是 就是有 我自己那時候遇到的是 我自己的溝通Skills 非常糟糕 然後後面 就在社群裡面學會了 怎麼跟人溝通 我那時候想到的是 我們 就不太習慣 把所有東西都放出去 的東西 對 雖然就是release often release early 都講反了 就是這件事情 好像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只不過第一次 第一次要做出這件事情 其實需要花蠻大的力氣 我說蠻大的勇氣去做到的 然後就害怕就是 我身為學生 我才 剛碰到這個領域不久 然後現在就要 讓我做這件事情 就是 可能會得罪人 或是可能會覺得 喔我 如果我把 就是講錯話 或是我放錯東西 然後它會怎麼辦 對 那 雖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GDB其實做這件事情 其實 其實是一個 有非常大的容忍度 對 但是 我相信你們 可能在之前有遇到 在參與的時候 可能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絕對有 對 可能像是把程式 嘛 放上Github 然後會被人笑說 啊怎麼用 Upload 就是直接用按鈕 Upload這種 我有一個小故事可以分享 就是 呃 呃 蔡宇完專案發競賽之後 然後那時候 小學校有要求我們把 城市馬開源 因為我們本來是沒有開源的 對 那 那時候開源之後 就發生了很多問題啊 比如說 我們在城市裡面 藏了很多奇怪的bug 對 那 既然要開源這些 就不能存在 所以就得改掉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蛤 喔 是我自己關掉了 不好意思 算是 參加專案孵化競賽 得到的幫助之一吧 對 學會用 那 呃 我那時候的情況 其實 比較 就是變成說 我HackMD 我會想說 剛開始的會想說 這個東西是 適合全部公開出來的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 提的比較不像是 社群的發想的共筆 而是一個 呃 意見共筆 對 那 會想說 欸我這個東西放出來 是可以的嗎 呃 後來的確跟社群 在社群夥伴 他們協作模式的觀察之後 就了解到 喔其實可以 對 那我覺得這很 呃 它是需要一個觀察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 更加明確的文字啊 什麼方式呈現 我覺得會蠻重要 確認故眼神 我不要接 好 那我們 最後一個問題是 FTO結束後 有哪些專案 或是夥伴的一個延續 呃 我覺得我 因為時間不多 我快速分享 那呃 像在 Steeland道那時候 我們後來意識到 它的門檻有多高 它不管技術 或是實作上面那個門檻 都其實偏高這樣 那呃 後來我跟Sky也進行相當多的討論 那我們也 呃 在最近跟其他幾位夥伴 像帆蘭 然後還有尤城 呃 一起 一起就是做了一個 開了一個社群 一個新的社群叫 開放學生自製社群 SOGA 對 它的那個 呃 英文縮寫是S-O-G-A 叫SOGA 那 呃 這個社群主要就是我們最近在做 呃 如何把開放文化帶進 呃 學生自製場域這件事情 那 我覺得比起 呃 先把它做到 到這種比較融合技術的這些 呃 更重要的是工作文化 那 呃 回到剛剛問的問題就是 呃 這個延續的部分 呃 呃 我覺得當時在呃 呃 FTO很明確的我們知道了這些 limitation 其實是會影響到我們甚至 治安養行的狀態 那所以後來我們回到台灣之後 我們就開始著手進這部分的討論這樣 對那因為還是當時就是我們在準備其中 所以 呃 呃 比較會主動去參與社群 知道參與社群這件事情的門檻沒有那麼高 所以 我今天的衣服跟他們不一樣 因為我是工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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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那時候沒有提專案 所以 呃 我可能講的就是跟夥伴的延續 就是那時候交到的日本朋友到現在還有在聯絡 讚讚 還跟台上是一座台灣夥伴 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知道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專案的原因 他們都很厲害 好 那我的話 呃 其實就是因為我自己也在其他地方我玩蠻多坑的 所以就是把 就是 這些東西把它推到身邊的人 像是 系上嘛 然後我是系學會的 所以我就跑去把它給就是系上的同學 然後我就 我就有法語權 我就直接把就是email裡面就搜尋搜一些連結給大家說 有這個活動大家可以參加這樣子 對 那就直接讓大家都能夠 至少有辦法去 透過上邊的資源去碰到這些資訊 碰到GNV相關的資訊等等 那我 就是第三屆的比賽比完之後 我又跟了另外一群人又比了第四屆 對 所以就是 去 然後就想到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透過 去比賽 或是去一起跟大家一起做專案 去延續自己的熱情 這也是一點 對 那 然後我也必須承認就是 就是無論如何就是身為學生的自己 好像還是有非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但是 而且 像是剛剛 就是在之前跟 跟Ted 或者跟大家一起建議的 開放學生知識社群 我自己也認為我自己並不是做得很好 或是我有什麼比別人多厲害的想法 但是反正就是開始就先開始 然後後面想要有什麼東西再說這樣子 所以就是先起頭 然後先把大家拉進來 然後去做什麼 就是大家在一起把這個社群 大家在一起把這個社群或是理念建起來 也不遲這樣子 不曉得紀念品攤位是不是已經收了 不過今年有出技能貼紙當中 包含Dig的這個挖坑大師貼紙 如果也跟Sky一樣是挖坑大師的話 歡迎大家去紀念品攤進行購買 好 那時間關係 那或許我們先進行一下收尾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這個 好 那我先 好 那我先 好 我們現在在Genevice Summit 2024 我們當時在2023年做了一個狀舉 我們去了Genevice Summit 2023 三 這個是有人記得什麼三嗎 我忘記了什麼風 我忘記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張照片呢 因為當時我們有一個社群夥伴 他叫Irvin 他非常瘋狂地幫我們排了 在活動後到 就是FTO是三天嘛 三天然後再加上後面兩天 我們的旅遊行程 然後當時真的是 非常感謝Irvin 那總之FTO是一個非常快樂 也同時可以做到一些專案的這個 的一個場域跟活動這樣 那為什麼要提到這個呢 因為FTO 2024在Yokohama 正在已經開放報名了吧 我記得 對 報名到6月30 然後也感謝FTO今年跟 他同樣還有續年的籌備團隊 那歡迎今年在8月17到18 然後歡迎大家趕緊到 Ginny v.Slack的 Facing the Ocean頻道 趕快去做報名 然後希望可以在8月見到大家 大家要去 好 那最後的話 以上大概就是我們的分享 不過最後還有特別感謝 當時小學校的夥伴 TIFF 你要揮手嗎 當時在我們學生參與的過程中 都有TIFF協助我們這樣 非常感謝TIFF 那同時也感謝NDI在補助我們 然後同時還有小學校的很多 在這部分的協助跟補助 OK 那FTOJ52023 我想我們從去年結束之後到 Peter在大松上面分享到現在 我們已經玩這個梗玩得夠久了 然後或許希望接下來2024年的FTO 大家可以為我們帶來新的一年到 可以一路玩下去 一路分享下去的一個活動 OK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突然發現Slido有問題耶 好 我覺得時間關係 我們可能快速回來一題 喔 我電腦好像沒開Slido 抱歉我的超亂 OK OK 我來分開 開著 以學生身份投入公民社群有什麼 認為有什麼優勢嗎 或者是 就是這裡沒有特別提什麼優勢 以學生身份投入公民社群 科技社群你認為有什麼樣的優勢 對 對 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並沒有特別提到什麼 就是如果是以學生這個身份的話 好帥 還好 我覺得 也許大家太過於強調學生這件事情了 就是 在社群裡到底學生跟 已經出社會在工作的大家 有什麼不一樣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 就 大家都是社群參與者 對 的確 之前有被問過就是 除了這個bottleneck會不會很大以外 也會有夥伴問說 作為這個學生在公民科技當中的 社群當中的參與者 是有沒有什麼樣的會被寬容 或是被更大的包容程度 更大的容錯率 那我覺得 社群本來就是一個容錯率大到不可思議的地方 所以這部分並不會有這部分的問題 那同時也有很多社群的前輩們 那在這部分也有做很多 在對我們做引導 那同時這部分也讓我們是更加 有空間的去做處理 那後面歡迎來 就到後面來跟我們聊天 就是無論是推動專案的契機 或者是要如何平衡 課業跟專案等等的 答案就是不平衡 沒有平衡 沒有平衡 沒有要期中靠 OK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先這樣 那2024的時候很開心 因為不會有期中考 所以希望可以在8月的時候見到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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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